成功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来 有请三位 马国梦泉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梦泉的思域商城的销售部的 目前先给你提供的是经理岗 我们的销售岗就是8000家 那么你的提成是10%到15% 加上带团队奖金 如果你能够带30人的小组的话 那你平均每个月的综合薪资 大概是6万到7万左右 远远超过了你的期望薪资 你呢 但是我觉得你思上的潜质非常好 你呢 未来是可以做我们在成都 如果你是希望成都那边的话 我们可以做成都地区的这个渠道的总监 但是呢 我先想把你放在北京 做这个销售经理培训 修图师呢 是我们全新的定制美妆品牌 目前也刚刚登陆中国17家卫视的广告 已经请了明星代言人 对于你来讲的话呢 因为你是完全地换了新的行业 所以底线是8K加 然后市场开拓经历 然后工作地点在广州 谢谢 严徐东 这个时候我还提醒你两个字 归音 在你最后做选择的时候 你也要总结一下 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一定要把你自己性格的弱点放进去 归这个音 然后去灭掉他们三位当中 其中一位的灯 抱歉 来 我们又请马瑞和贺东东走上竞价台 你可以有一次提问的机会 请问夏琳 这份工作会涉及到出差距吗 平时 会 是经常性的还是偶尔性的 其实目前暂时有可能是经常性的 但未来的话可能还是偏固稳定的 明白 谢谢 咱们这个带团队 他平时会出差吗 不会 现在思雨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他有可能会超越 我直播带货的业绩额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跑起来了 就差一些精英进来 一起往前干了 所以你不需要出差 固定在那里 守着流量进来 号召大家一起做事 就我觉得为什么他 这是对他的问题 我觉得他为什么那么的在意 在这么重要的环节 在意出差和不出差 其实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我现在目前的情况上看 其实不太想出差 我想扎在一个地方更多的 OK 懂了 懂了 别问了 不问了 好 感谢马瑞和贺东东 接下来 严许东选择一下 来吧 徐东 告诉我们 你最终的选择是 非常抱歉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二位企业家 来 请回到座位上 太奇怪了 这是目前最热门的行业 和最热门的两位大咖 徐东 有这么两个好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 为什么结果是双双拒绝呢 首先呢 就马瑞 马老师 他的职位 我是不考虑的 您刚才说的是 更多的去开发旅行市场 我更想的是接触的 所有人都接触一下 更多的学习一下 再者的话 我是更多的想待在业绩团队 然后我很享受那种 大家一起去冲 一起扛压力 可是东东那边很适合啊 如果你是这个理由的话 东东那边有老大带你 还有给你流量 然后你带团队 大家一起拼 每天打继续 然后努力拼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首先我对您的这个行业 有几点不明白 但是刚才一直没有机会提问 你刚刚没问我吗 刚问了会不会出差 但他好像只能问一个问题啊 首先呢美妆行业 我是真的不考虑 大家心底的话 就不是太喜欢这个行业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思域这个工作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 没有做过这个行业 不能在这行业里 实现自己的价值 其次的话也担心 这个行业就达不到预期的要求 旭东 其实我对你最后这个选择 是挺诧异的 你如果以后到其他的地方 去求职的话 你要注意几点 第一点的话 你一定要去了解 这家公司是什么 第二点的话是 你如果以后在工作当中 千万不要用你 现在的示威模式驱逐 否则的话 你可能你这辈子 现在的这个成就 就是你最高的成就了 你想和一群人 想见识到更多的人 他们做的是女性行业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 你认识了一个男人 你可能就只认识这一个男人 但是如果你认识了一个女人 你有可能认识一堆女人 女性行业啊 你要是利用你的特长 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你未必只会认识到 你认为只认识到的这群人 我真的这时候想说 我不需要你以为 我要你认为我们以为的 真的我觉得你这样下去 你真的是不行的 你看你年纪三十多岁了 你现在就所有的认知 都还是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里 而且你特别特别喜欢 用你的认知去定义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对于 你以前做这个健身行业 你可能对女性用户的一些 这个接触 你有过你的一些判断 但是你对于像新消费品牌 他们两个都算新消费品牌 你完全没有这个行业的洞察力 和对这个新兴行业的 这个前瞻性 你完全不是一个 喜欢去学习的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倒是 活在自己的这个认知里的话 你真的往后走 也是会以事无成的 不管怎么说 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们给你的建议 也是我们的肺腑之言 明白 给不了你岗位 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是遗憾 但是给到你建议 我觉得是你的收获 归因 啊 归因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好 其实我这次来吧 最开 最大的初衷就是想 以一个创业 失败者的人的身份 来向各位企业家 学习一下 找一下我的原因 就像主持人说的 要归因 我觉得这是一句 很有道理的话 成人为果 活泼为因 这是我来的根本目的 就是想的 更多去学习一下